同学们好 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副肢股 首先介绍一下上肢股 上肢股它包括有肢带股和自由上肢股 两部分 肢带股就是肢结和躯干股相连带的股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上肢的肢带股 肢带股给大家介绍两个 第一个是我们要讲的锁股 第二个介绍一下肩胛股 好 我们先看一下锁股 如果从上方来看锁股 我们看一下这是头 我们画一半就可以了 锁股在哪呢 在这儿从上方看成S型 这样一个股 外侧对应的这个是肩胀股的肩胀杆 那么大家看它的形状呈S型 外侧端是凹进去 内侧端向前凸 从前方看锁股呢 我们看外侧端扁平 内侧端比较圆顿 那我们知道两端的名称就可以了 内侧端叫胸骨端 外侧端叫肩峰端 这样我们就知道相接的结构是什么 内侧端正好和胸骨相接 外侧端和肩峰相接 锁股两端是一个关节 中间旋起 上方仅仅有一层皮肤 所以遇到外力以后 锁股最容易骨折 那么它最容易骨折的部位在哪呢 在中外三分之一交界处 这是它容易骨折的部位 中外三分之一交界 这个部位一旦骨折会损伤 什么结构呢 我们看一下锁股的下方有什么结构 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脉 这个动脉叫锁股下动脉 锁股下动脉 一旦锁股骨折 骨折的折端很容易刺破这个动脉 那我们看一下锁股一旦骨折 在这 那么锁股对肩胛骨的支撑失去了 肩胛骨向前移 肩胛骨前移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我们看一下锁股一旦骨折端 我们看一下锁股这一段和内侧段 就要形成一个交叉 那么这个折端正好把下边的动脉 吃破 造成动脉大出血 所以锁股骨骨折的患者 现场一定要对患者做一个处理 如何处理呢 我们做一个八字形绷带固定法 绷带怎么绑呢 大家看 从这一侧 绕到对侧叶窝下方 然后转到前面 再绕到这一侧的叶窝下方 再转到前 形成一个横八字形 这叫八字形固定法 固定的目的是什么呢 把两肩向后 后拉以后 使锁股的两个段端分开 防止刺破动脉 这时候在转送医院 这样比较安全 到医院里固定方法 也可以用绷带固定法 也可以用钢针 也可以用钢板 因为它表面就是皮肤 这个手术比较简单 这是我们提到的锁股 第二个提一下肩胛骨 肩胛骨从挂图上我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三角形的扁骨 三角形的扁骨 这个大家看是从后面看肩胛骨 这是从前方看肩胛骨 后边最明显的一个骨性隆起 叫肩胛岗 体表能够摸到 岗的外侧端 突出的这个骨性突起 叫肩峰 体表也能摸到 也能摸到 然后肩胛岗把肩胛骨 后方分成上个窑窝 下个窑窝两个 这个叫岗上窝 岗下窝 那么既然是三角形的扁骨 这个叫上角 下角 外侧角 那么这个也是 我们先看看大致的结构 把肩胛骨的形状 先有个印象 然后大家参考挂图 我们再看版图 首先看肩胛骨 三角形的骨 我们应该记住哪些结构呢 后方有一个横形的骨性隆起 注意参考挂图看 这个叫肩胛岗 肩胛骨外侧角 我们再看它前方 外侧角实际是一个关节面 这儿有一个子状凸起 这儿有一个骨性突起 现在大家要记住的结构 首先这两个突起 无论前还是后 这两个突起叫肩峰 肩峰 提表标志 那么这个突起叫肩胛岗 肩胛岗的上方 凹窝叫岗上窝 下方叫岗下窝 这个叫上角 这个叫下角 那么相对这个叫外侧角 大家注意 外侧角不是一个标准的角 它是一个浅盘状的关节窝 所以我们把它也叫做关节鱼 就相当于外侧角 我们再看前方看 肩胛骨前方这个窝 叫肩胛下窝 肩胛下窝 这个突起叫晦突 像鸟嘴一样 叫晦突 这个叫肩胛切剂 好 主要的结构 大家记住这么几个名词 那么除了我们要了解肩胛骨的结构 第二个还要了解 这些结构哪些是体表能摸到的呢 我们看一下体表的标志 我们用颜色标一下 这个体表能摸到肩峰 肩胛岗体表能摸到 肩胛下角可以摸到 绘突可以摸到 这是体表可以摸到的股性结构 股性结构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技术 类的标志 技术类的标志 从版图上我们看一下 肩胛下角对应的类 应该是第七类 肩胛上角对应的类 应该是第二类 第二类 所以下角看到了以后 它所对应的类骨就是第七类 这是技术类的标志 再介绍一个技术技突的标志 技术技突的标志 首先我们看患者的后背 这是肩胛骨 这个龙旗是肩胛岗 那么大家看一下 两侧肩胛岗内侧端连线 对应的是第三胸椎的技突 两侧肩胛下角的连线呢 对应的是第八胸椎技突 所以我们又学了一个技术技突的一个方法 一个第三 一个是第八 所以肩胛骨啊 大家了解这四个层次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自由骨 自由骨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公骨 公骨是典型的一个常骨 那我们看一下 公骨啊 在挂图上 我们能看到哪些主要的结构呢 好 大家看这个图 看上面这个 这是肩骨的前面 肩骨的后面 首先大家看到了 上端有一个半球状的关键面 这个叫肩骨头 上端的外侧 有一个肩性突起 偏前内侧还有一个肩性突起 分别叫大节节 小节节 两个龙起 中间当然是凹陷 这个叫节节肩钩 下边首先看关键面 有一个球状关键面 叫肩骨小头 还有一个滑轮状的关键面 叫肩骨滑车 这是从后方看 后方看我们看肩骨干 后方有一个肩性的钩 这个叫饶身经钩 注意看 内侧的突起叫内上科 外侧突起叫外上科 内上科的后外侧 大家看这 也有一个肩性钩 这个叫此神经钩 这个是转到后方的 公骨滑车 滑车上方有一个深窝 从前方看滑车上 还有一个浅窝 分别叫贯图窝和樱纸窝 那么有了印象以后 我们还要参考挂图 看版图 要求大家记住哪些主要的结构呢 首先我们看上端 是不是有个半球状的关键面 这个要记住 然后外侧有一个肩性的龙起 前内侧还有一个肩性龙起 两个龙起之间是肩性的凹钩 分别叫大节节 小节节 节节肩钩 节节肩钩 我们来看下方 下方这个土起 两侧都是土起 分别都叫上科 一个叫外上科 一个叫内上科 在外侧有个球状关键面 内侧有个滑轮状的关键面 滑轮状关键面上方是一个浅窝 球状关键面上方也有一个浅窝 我们把名词写一下 这个叫头 公骨头 这是大节节 这个叫小节节 节节肩钩 下端记住关键面 这个叫小头 公骨小头 这个关键面叫公骨滑车 上面叫贯图窝 这个叫脑窝 一会儿我再解释这两个窝 这是从前方看到的 后方多一个什么结构呢 我们看这还是头 大节节股干 下来 注意 这块有一个浅沟 这个浅沟叫脑神经沟 脑神经沟 我们再看下端 下端内上科的后外侧 也有个浅沟 然后滑车关键面 这是一个鹰子窝 那么大家看这个浅沟 叫什么呢 这个叫脂神经沟 这个还是滑车 滑车 这个叫鹰子窝 好 我们看一下 有哪些重要的笔灵呢 大家记住 这个部位 也就是骨喉骨干相接的这个部位 有个名称 叫做外科镜 外科镜 关键面周圆 这个叫解剖镜 那么大家看 外科镜的后方 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经 从内向外走 这个叫夜神经 在脑神经沟下来的一个神经 肯定就是什么神经了 脑神经 脑神经 在此神经沟下降的 还有一个此神经 我们再看 宫骨的内侧 内侧有一个很粗大的动脉 叫宫动脉 在宫骨内侧下降 逐渐逐渐转向下三分之一的前方 然后进入前壁 这个叫宫动脉 宫骨周围有这么些重要的结构 那么大家设想一下 如果是外科镜骨折 有可能损伤什么结构 夜神经 如果骨干中段骨折 有可能损伤 饶神经 如果是内上科骨折 有可能损伤齿神经 要是宫骨下三分之一骨折呢 有可能损伤宫动脉 所以在宫骨这里边 我们第一个给大家介绍了宫骨的结构 第二个 我们要知道 体表能摸到哪些结构 体表摸到的结构 我们看到了 就是一个内上科 这是外上科 外上科 还有里边的这个叫内上科 这两个体表能摸到 其他结构体表摸不到了 那么我们还讲了第三个 重要的比拟 重要的比拟就是 外科镜后方有夜神经 饶神经沟有饶神经 内上科的后外侧有此神经 下三分之一的前方有宫动脉 这是我们提到的 自由骨的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提一下前臂骨 前臂骨一个是脑骨 一个是持骨 脑骨和持骨 我们看一下挂图 大家看 这是从前方看脑骨和持骨 从后方看 哪个是脑骨呢 注意 上小下大 这个是脑骨 上大下小的是持骨 从前方看 这是后方看 记住哪些结构 大家看脑骨上端 膨大的这个部位叫头 头下方变细的叫静 这块有一个肌肉辅导点 叫脑骨出笼 下方记住 下方记住这有一个骨刺 叫脑骨净凸 然后下方是个关节面 和腕骨构成关节 从这儿呢 看到的前方 持骨前方 有一个骨性凸起 叫贯凸 后方比较大的凸起 叫鹰嘴 两个凸起之间的关节面 叫划车切剂 这块还有一个饶切剂 下边是持骨头 和持骨净凸 持骨净凸 那么这个图 名词很多 要求大家重点记哪些呢 还是参考挂图看版图 我们看一下前臂骨 首先我们看脑骨 上方 这叫头 下方变细的 这叫劲 这有一个出笼 肌肉辅导点 下边是一个净凸 还有一个关节面 持骨 上方这个叫贯凸 然后往上去的 这个叫鹰嘴 它们之间的关节面 叫划车切剂 这是持骨 这两个都是从前方看 记住哪些结构呢 首先大家看到 这个蓬大 是不是叫头啊 脑骨头 变细的呢 叫净 头包括几个关节面 大家看 朝向上的这个浅盘状的关节面 叫头凹 这个一圈 叫环状面 所以绕骨头 是由两个关节面构成 这个就叫出笼 是肌肉的笛子部位 持骨前方 也有一个出笼 这两个都叫出笼 这两个都叫出笼 下方 绕骨的净凸 朝下的是个关节面 我们叫下关节面 这块 有一个切剂 叫此切剂 我们再看 磁骨的关节面 它对着 环状关节面 这个叫 饶切剂 这个叫 划车切剂 划车切剂 那么这个骨性突起 叫阴嘴 这个叫灌突 下方 这个叫磁骨头 磁骨的净突 好 结构 我们说了 第二个呢 还要说一下 体表能摸到哪些结构呢 从标志上来看 饶骨头 体表实际能摸到 这是可以摸到的 持骨净突 和饶骨净突 这个可以摸到 持骨头 可以摸到 其他的结构 体表摸不到了 摸不到了 这是我们说的 前臂骨 前臂骨 这里面大家注意 两个切剂 大家看 在持骨上 和饶骨 环状面 构成关节的 这个切剂 叫饶切剂 在饶骨上 和持骨头 构成关节的 这个切剂 叫此切剂 所以都是和对方的骨来命名的 和谁构成关节 就叫什么切剂 这个地基础就行 另外从图上 大家看 两个净突 高度一样不一样呢 是不一样的 一会儿我们要提 体表能摸到的两个净突 不在一个水平线 这是前臂骨 第三个呢 我们再说一下手骨 手骨 大家看一下挂图 这是掌侧面 这是背侧面 它有很多骨构成 首先我们看到这些 长宽高 近视相等的骨 也就是短骨构成的 我们叫做万骨 这五个 叫掌骨 其余的十四个 叫子骨 所以它有几部分构成 万骨 掌骨 子骨 三大部分构成 万骨 掌骨 子骨 数量 万骨八块 掌骨五块 只骨十四块 十四块 所以我们看一下 如何区分这几个 我们看一下手部 由哪些骨构成呢 首先看靠近前臂骨的 这块我用白颜色画一下 这是脑骨的下端 这是持骨的下端 我画的不是在一个高度 注意 绕骨镜图 位置比较低 持骨镜图比较高 相差一到一点五厘米 这是正常的 再向上 我们看到的这个骨 我用模式图画一下 我们把它 看成是万骨 万骨有两排 近车排 远车排 每排有四块 所以把它看成是万骨 万骨 这四块 首先我们要知道 它的排列与命名 如何排列万骨呢 从近车排开始数 由拇指向小指 周月三角斗 四块 然后远车排 由拇指向小指 大多角骨 小多角骨 头状骨 勾 一共是八块 简单计就是周月三角斗 大小头状勾 是这样分的 第二个我们要给大家提一下万管 与万钩 这两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手给它做一个切面 注意在这切开 从这个断面上我们看 万骨有什么特点呢 万骨的特点是背侧面的 面积大于掌 侧面的面积 我把它放大一下 大家看 这是我们切到的那个切面 然后我们看这个万骨 以近车排为例 比如周骨 背侧面积大于掌侧面积 月骨 背侧大于掌侧 三角骨 也是背侧大于掌侧 这样这个骨排列在一起 就不在一个平面上 形成一个骨性的凹窝 我们把这个凹窝 叫做万钩 那么在三角骨上方 还有一个小圆形的骨 叫万斗骨 万斗骨 所以这是近车排的四块 周 月 三角 这是万斗骨 那么这个万钩的上方 这块还有一个印带把它封闭了 这个叫万恒印带 印带在上面一封 钩是不是就变成管了 那么我们看管里边有什么结构呢 这以后我们要介绍的 这有一个基建 母肠趋鸡 子身趋鸡四个建 子浅趋鸡四个建 还有一个重要的神经 正宗神经 所以在万管里通过的结构啊 我们要记住 有九个基建 有一个神经 这是以后要学习的内容 所以万骨 知道有万钩和万管 两个概念 那么再往下 我们看是什么骨啦 第一掌骨 第二掌骨 第三 第四 第五掌骨 五个 五个 它的排列和命名 就从母子向小子 一二三十五 就可以了 那么重点我们要记住 解构上的命名 如果把这个掌骨放大的话 我们看到末端是个球状面 下方叫掌骨底 中间叫掌骨体 末端就叫头 底体头 由于掌骨末端是球状面 所以我们这个掌子关节 既能趋深 又能内收外转 还可以做环转 所以它运动形式比较多 和这个结构有关系 我们再看一下 远側排的万骨是四块 可是掌骨几个 五个 那么看它的对应关系 第一掌骨对大多角骨 第二掌骨小多角骨 第三掌骨头状骨 注意 钩状骨是不是对应两个 四五 对应钩状骨 这是我们看到的掌骨五块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子骨 子骨大家看母子是几节 两节 其余的都应该几节 都应该三节 子骨的排列命名 就是母子十指 中子十指小子 这个大家知道了 那么它三节怎么叫呢 近节中节末节 这样叫近中末 关键还是要知道 它的结构命 我把子骨要是放大的话 注意 子骨的末端关键面 大家看 两侧高 中间凹 所以它的叫法叫什么呢 这也叫底 中间也叫体 末端的关键面 是滑轮状 所以叫滑车 子骨末端是滑车 所以指尖关节只能做趋身 和这个关键面特点 决定 那我们再说 子骨的末端呢 它没有关键面了 末端就叫甲出龙 这是末端 下面叫底 中间叫体 这个叫甲出龙 指甲浮照在这个骨面上 那么大家看这个直骨 末端的直骨 尤其小指指骨 它是属于长骨 还是属于短骨呢 那你看特点 具不具有一体两端 具有一体两端的就是什么骨 长骨 这是我们看到的首骨 这里边还要给大家提一个直骨 直骨 直骨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看第一长骨头的长側面 有一对小骨 小骨 这个叫直骨 相当于这个位置 所以今后在S光片上 它显像是两个能白的阴影 不要当成异物 这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的 但是不属于206块里边 这是以上我们提到的 是上之骨